第十九集 沈青岚好笑地摇摇头 收回视线 继续看着手里的书 吴倩看着眼前这幕 眼底有一丝厌慕 转头看向物资看书的沈青岚 青岚 你也打算投军兰集团的简历吗 不会 去他哥的公司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不知道是不是知道了少一个竞争对手 吴倩悠悠地松了一口气 虽然刚才他说是要去网上看看 但其实他早就知道了 军兰集团在招人的事情 而他也投了简历 他以为这事就他一个人知道 没想到方彤也知道了 并且还打算去应聘 而现在呢 应该还要加一个人 哎 青岚 我才发现 你跟我男神竟然一个性爱 说不定五百年前 你们是一家人 于小萱气喘吁吁地躺在床上 忽然说道 也许 也许我跟他现在也是一家人 沈青岚朝于小萱 瞥去一眼 轻轻淡淡地开口 啊 青岚 你果然比较适合讲冷笑话 于小萱翻了个白眼 很明显 寝室里谁也没有把沈青岚这话当真 沈青岚耸耸耸肩 这年头说真话也真没人性了 正在几人笑闹间 沈青岚的手机屏幕亮了 看清来电显室的名字 沈青岚耸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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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摇头 随即反应过来 对面的人看不见 没有 听着听筒里 隐喻传来的吵闹声 傅恒义猜测 你在学校 为什么不回家 为什么不回家住 是住不习惯吗 没有 只是这几天 学校还有点事情 住在宿舍里会方便一些 沈青岚解释 并没有说 她在公寓里住过一夜 结果因为 卧室里都是傅恒义 陌生的气息而失眠 又不想回沈家 索性搬到宿舍来住 傅恒义没有生就 只是淡淡地恩了一声 沈青岚将手机 从耳边拿开 看了一眼上面的时间 你刚回来 下个月有个军事演习 还有新兵选拔 所以最近回来的比较迟 其实 傅恒义已经是回来最早的一天了 过去的一个星期里 他每天回宿舍 都是过了十二点 为了不吵醒沈青岚 才没有给他打电话 知道部队里规矩严 沈青岚也没多问 只是叮嘱他要注意休息 你这是关心我 傅恒义带着笑意的声音 传入沈青岚的耳中 令他的脸颊微微发折 你是我丈夫 我关心你难道不对吗 沈青岚说得很坦然 如果忽略此刻 不正常的脸色的话 傅恒义这回 是真的笑出声了 闷闷的笑声 回荡在胸腔里 也回荡在 沈青岚的耳中 沈青岚沉默 听着耳边回荡的笑声 心里出奇的平静 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 却谁也没有觉得尴尬 这个月底 我有三天的假期 哦 我不在家 要好好照顾自己 如果公寓里坐不习惯 就会老宅住 我已经跟爷爷打个招呼了 好 时间不早了 早点睡 晚安 晚安 沈青岚正要挂电话 忽然 傅恒义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轻轻柔柔的话语 如羽毛般 拂过沈青岚的心间 带着嘶嘶的痒 青岚 我想你了 傅恒义挂了电话 看着漆黑的夜空 嘴角挂着一抹无声的笑容 这一个星期 每当空闲时 她的脑海中 就会浮现 沈青岚的身影 清冷的 平静的 伤心的 唯独 没有笑的 她的心 微微一疼 为着那个 第一次让她牵挂的女孩 她不知道 这是否是爱情 她只知道 她想看见她的笑容 想让她开心 想看见她 因为她而绽放 幸福的笑容 这不仅是她对那个 离世老人的承诺 也是她心底 最深的期盼 她想 这个名叫沈青岚的女孩 是真的 敬住她的心里了 但是 她并不排斥 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 其实并不坏 沈青岚受了线 刚走进寝室 就对上两双 炯炯有神的眼睛 嗯 青岚 老实交代 刚才跟哪位帅哥 打电话呢 哼 老实交代 不要说是我们瞎猜的啊 你通红的脸颊 已经出卖了你了 方桐补充 两人倒是难得 站在了一条线上 你们确实猜错了 我脸红啊 只因为外面热 沈青岚一脸沉静 对视上两人 三双眼睛 相互对视着 方桐和于小轩 静静地收回视线 没劲 还以为会听到 什么大八卦呢 沈青岚入无奇事地 爬上自己的床 环视了一圈 没有看见吴倩 吴倩呢 哦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 急急忙忙地 拿着包走了 问他什么事 也没说 只说 下去见一个朋友 神神秘秘的 沈青岚文言 也没有放在心上 刚才 只不过就是随口一问 拿起来 看了一半的书 翻到之前看的那页 只是五分钟过去了 沈青岚一个字 也没看进去 略嫌郁闷地 将书放在一边 索性门头睡觉 另一边 无间一口气 跑下了寝室楼 静止朝着一个 等在树下的身影走去 你怎么来了 陈青天看了一眼吴倩 一脸温柔 想你了 所以想来看看你 吴倩低头 一脸娇羞 今天怎么没有穿 我给你买的新衣服 新衣服被我洗了 还没有干 所以 其实 是怕为寝室里 其他三个人 察觉出来 所以不敢穿 毕竟那件衣服 一看就不是 以他的能力 可以买得起的 陈青天不在意地摆摆手 上前拉过吴倩 将他圈在自己和树之间 没事 明天我再带你 去多买几堂 我想你了 你想我了吗 陈青天靠得很近 温热的气息 喷在吴倩的脖子上 他脸上的娇羞更甚 轻轻地嗡了一声 陈青天不满足于此 又靠近了一分 舌头自无意地 划过吴倩的耳间 说 想我了吗 吴倩身子轻轻一颤 声音糯糯地 急不可闻 想了 陈青天满意一笑 一只手 抬起吴倩的下巴 吻了下去 吴倩双手 揽上他的脖子 情不自禁地 回应了这个吻 陈青天的手 顺着吴倩的衣服 下摆滑进去 一路向下 在他的翘臀上 捏了捏 今晚跟我回家 嗯 尾音上扬 充满着诱惑 吴倩点点头 气息不稳 整个人如一滩软泥 无力地靠在 陈青天的怀里 陈青天是他的男朋友 是一个月前 他在KTV做兼职的时候 认识的 他白天在KFC打工 晚上去KTV做服务员 他虽然说话不多 但是样貌清秀 陈青天跟朋友出来玩 一眼就看上了吴倩 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他是风月场老手 全力追求之下 哪里是吴倩这个小白兔 可以抗衡的 不到一个星期 两个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随后不过两天 就同居了 之前没有提早回寝室 也是和陈青天在一起 陈青天带着吴倩 领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 他以往想都不敢想的世界 吃顿饭上签 那是常态 买衣服从来不看价格 只看喜好 可以随意买 以往他听都没有听过的 大牌化妆品 而往往 一件衣服的钱 就需要他打工 整整一个月的工资 或许还不够 陈青天 虽然说是个富二代 家中资产不少 但是在京城这样 遍地都是权贵的地方 就完全不够了 只是他是家中独子 父母又溺爱 花钱大手大搅惯了 而对于他来说 花点小钱就能哄一个 他目前还是很感兴趣的女人 这是一件很划算的买卖 陈青天 揽着翘脸通红的吴倩 朝着自己的跑车走去 这一晚 吴倩没有回寝室 第二天 父老爷子 果然给沈青岚打了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吃饭 沈青岚想了想 下午没课 索性就回了大院 既然回去了 就不可能不回家 所以沈青岚先回了沈家 家里除了沈老爷子 其他人都不在家 这正合了沈青岚的意 爷爷 我回来了 沈青岚跟沈老爷子打招呼 今天怎么中午就回来了 学校下午没课 沈老爷子笑望着孙女 老七去世 老七去世以后 沈老爷子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花花草草上 傅爷爷说 让我回家吃饭 沈青岚实话实说 沈老爷子瞪了孙女一眼 瞪得沈青岚莫名其妙 怎么还叫傅爷爷 沈青岚恍然 这不是在您面前吗 对了爷爷 后天我打算出去走走 或许会出去一段较长的时间 沈青岚没有忘记回来的目的之一 出去走走也好 身上的钱够不够啊 等会儿爷爷再给你一张卡 沈老爷子也不问孙女去哪儿 不用 我身上有钱 傅恒一回部队之前 给我了一张卡 而且爸妈平时也有给我 沈青岚不是一个喜欢多话的人 但是对于亲近之人 她总是能多出几分耐心 沈老爷子闻言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看看时间催着孙女去傅家 毕竟是嫁人了 虽然没有举行婚礼 但是正都领了 是他们老傅家的人了 沈老爷子叹息 他养得好好的孙女 就这样被傅恒一拐走了 哟 青岚丫头 快进来 外面热 刚到傅家门口 就看见站在了门口的傅老爷子 沈青岚加快了脚步 傅 爷爷 您怎么不在屋里等着 哎呀 我刚出来就碰上你了 我让小赵给你做了你喜欢吃的菜 刚好可以吃 傅老爷子看着沈青岚 整张老脸都笑成了一朵菊花 沈老爷子那个死老头 当初还似乎不同意呢 现在青岚丫头 不也是成了他们傅家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